好 預備 先休息一下 3、2、2、1 好 我們設定好一陣子 玩具TV第22季第二集 剛才出了一大輪水 要介紹的正正就是桌面的 自爆男的座架 我應該不應該這樣說 因為他們真的是公廁 五個人都駕駛過 公廁Wing Gundam Zero 由AC180年 由Torgis的原型機 改良 進展而成的機體 現在一開始就變成飛機型態 過程痛不痛苦呢? 不算痛因為多一句 如果純粹說變形 真是他媽的強硬 我嘗試 可能真的要找朋友幫我 維持鏡頭 因為現在水平拍攝 有點尷尬 當然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個水平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正所謂變形 這是純粹水平的角度去拍攝 真是肉酸度 其實當年的機設 大部分 或是當年出自某位大師的機設 可變形 是否都大概接近 差不多呢? 當然機設是大家熟悉的大學院老師 除了熱血用者系的變形 相對複雜之外 或者可能不是他自己設計 我不敢說 因為外觀設定和機械設定 其實可以是兩個人 細緻設定的東西 可能是兩個人 另外我們現在Walker和迪幫手設定一部鏡頭 終於成功了 因為我都循例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向上 看下去 就好一點的 是多漂亮 其實在背上看是多漂亮的 你都能夠說得出 它是一個飛行形態 有翼的 有翼就是的 在側面 還有它有一個機頭 它的盾是一個挺漂亮的機頭 還有它機頭得來前面 是有個類似假駕駛倉的鏡頭 令到你覺得 它變成飛行形態之後 它就坐在那裡 那種感覺 或者我控前一點 讓大家看看那些細節 看到盾上面 亦都有一些疑印的字 但是最小的那些字 Sorry 你今次是看不到它寫什麼 那些字 在這個時候多謝了Ricky Thank you Ricky 多謝 另外就是 本身翼的一些marking 其實它的marking是挺漂亮的 它挺有心思去畫多了很多新的marking 是的 不過有些位置 這個其實是有點涼嫌尷尷尬的 這個新的 到底它是什麼意思呢 羽毛 不要緊 大家自己去發掘 有師兄說它那隻QC很差 很多人的QC都差 大部分 衰什麼 水口 我見很多朋友 中招都是噴漆特別金色的部分 會有劈劈的問題 那我這隻算是這樣的 就幸運了 只是幸運 因為我認識三個三個禮 那你第四個沒事 繼續是水平望的 看到本身的變形 都是把高達扭轉腰 然後把腳有限度這樣翻 變得最多的呢 就是噴射器 哦 腳掌 對 拉回後一點給大家看 刺功的頭也是這樣放在下面 當然啦 作為玩具箱 我不知道多喜歡見到這些變形 那隻手 那隻手連反噴射器都不反 沒有這個設定 這些就完全跟回原設 而且覺得根本沒有需要把它扭轉 我覺得有需要給大家看 大家看看他老年那麼多噴射器 我再加上對手托 其實他有些心機 手拳頭轉到前臂裡面 變成噴射器出來 他那個穿崩 實在嚴重到覺得 你只是交行貨而已 但是他就是跟你爭 你的噴射器在那裏裡面 那些能源怎麼輸進去呢 你的手哪裏實正呢 拳頭怎麼會有力呢 哇 你用高達來講能力 是啊 沒錯 好 什麼叫龍門進你擺 大家要留意 其實我拿起它 其實某程度上 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為什麼呢 先彈了先 大家我相信有玩的話 這一個洞的位置 嘻嘻厲害 這個洞的位置 我懷疑根本是不適合位置 你無論插任何左 這個左的筍口 又或者原本 我先脫掉下來 這個位置 插進去屁屁 這個位置 某程度上是不適合的 是鬆到糟糕的 所以 有些朋友說 它下面是有一顆螺絲的 是 那顆螺絲是有頂著 那個裝備位置 令到它裝不適合 它會不會用錯的螺絲呢 有可能 其實它本來套帽裡面 拖的螺絲筒不夠深 它很難 也都同時間 可能有機會 它那些螺絲 是那些 三角形刀三角形的頭 它就用了一顆凸頭 差了那一mm 就那一mm就死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玩的時候 不如真的可以拿在手上 可以收回軟一點 這樣玩就爽一點了 好有勇氣 不如試一下 我們就直播扭吧 我有螺絲筒在這裡 我們是想看這些 那盒 嘩有些 那盒是挺漂亮的 現在大概1200元左右 任何坊間的玩具店 都大量傳貨 所以不用擔心 甚至是個別有師兄 街營 九百 放那些已經是850元 但其實我覺得 850元是新還是舊 二手 是開過的 但全新都999 其實來到這個價位 我覺得都OK 相較不錯 不過本人來說 我會覺得 配色稍然沉實了一點 包括紅色用得比較深沉一點 白色偏黃了一點 但它是有當年的味道的 我覺得 但對於現在大家的心味來講 喜歡一些偏灰的白 偏鮮色的紅色的時候 就會覺得 它有一點沉悶的感覺 我自己如果純粹配色 我就收貨的 但是坊間很多朋友最擔心 也是我自己最擔心的問題 就是QC 一些水口位 另外你剛才提到的 一些黃色的位置 一些灰色的位置 特別容易刮花等等 不過我這隻 似乎沒有這個問題 台座 漂亮的 做了燙紅 閃亮亮 又光亮亮 沒錯 真是畫面 邊形 再一件事 拆盾 我能夠理解到盾上的鏡片 還是什麼 首先 嘩 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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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不相信監製會有恩述金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其實你一插下去 其實它是很緊的 實到一個點 所以我一拔出來 我現在就不敢插得太緊了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我教大家健康的插法 你可以嘗試 按實 你不敢插太緊 對 不如我現在插緊它試試 若然你遇到這個情況 其實你可以這樣捉住它 看不到 這個部分這樣拉 你就沒事了 不過如果你有時候 這樣就手一點 你去推它這樣 這樣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拉 沒錯 就看到我剛才的爆方 你反過來 你用這個方向順著它 順著它拉 這樣就沒事了 你可以嘗試這個方法 對 好了 都是拉一下才知道新方法 機頭 機頭就是這樣 雙管步槍 都不斷地說一說 其實很清晰會看到 嘩 它的槍有噴色 什麼 這支槍竟然是有噴色 不是比較好 因為我手指弓有點痛 你幫我握一下 介紹一下這支槍 它這支槍 它要拉出來的時候 它的說明書 要教你這個要拉前 跟著才可以拉到的 它是一個鎖來的 這個部分 拉下來之後 你就要按回它 這個鎖 否則它就鎖不到 它這個就是一個鎖來的 而且它都佛心了 本身你見這個 槍鎖位 它有一個凹位 零零射射射 就讓你用手指甲 拿出來 這樣就很適合 既然有多少雙管步槍的話 就不差再把它雙管再再變 看看那支槍 其實它的分色都不少 它的槍嘴和上面這裏 是兩個不同的 這個是灰銀 上面這裏是藍銀 然後槍身本身有一個藍灰色 再加上金色 但是金色 我覺得它的損色 有點像那些啤的金色 它用一些平日淡金的顏色 會更加美 雙管步槍就只需要把 兩邊 再把槍扭上去 其實兩邊都有 槍頭和能量閘的位置 然後兩支 跟著 就變成雙管步槍了 很清脆的聲音 多麼簡單 合了梯之後就拿一個 其中一邊柄 沒錯,你左手就縮右邊 但它是可以雙手持 各一邊柄 就是它兩隻手持的 大爆炸 沒錯 你這是打機的解釋 很明顯它經常都雙手三步手轉 但是機能在上樓下 只有水平 所以它應該要加上新招 就是這樣做 另外大家看到機頭 即是盾的位置 前面是可以拉開的 到底有什麼用 麻煩 如果大家在看這個節目 知道這個拉開是有什麼功能 我想不關零式系統的事 可能跟彈彈拳有關 例如我拿個盾挫你 裝上騎兵 就是彈彈拳的結構 漂亮 好,真的說回邊形 我們把鏡頭回到這邊 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頭180度轉 嘩,它的嘴巴和旁邊的東西很癌 所以你要扭高一點去轉 就要安全一點 然後 頭的分色都很漂亮 對 很帥 真的可以 先把手 只不過是把甲拉上去 有位師兄也有說 白色很漂亮 然後 上面 這一塊 肩甲拉下來 你另外看到 在裡面還有一個引擎 可以找一些尖的東西 如果有牙籤就牙籤 沒有牙籤的 我就弄不到了 哈哈哈哈 好像這個也可以 嘗嘗 嘗嘗 差一點 對 好,我這裡不理它 那隻手就變完了 哦,機箱不要來太多 好,那接著 翼 只不過是需要 拉回後一點 好少 將兩邊的肌翼夾起來 又搞定了 這位置挺溫馨 除了一個單軸之外 它還有一個合金的波珠 給你在這個位置做一些擺上下左右的狀態 麻煩 轉圈 其實 既然都是說不差再 我開一隻翼給大家看 另外我覺得有一個挺好的賣點 就是它在機翼裡面的構造 嘩,還有鋁打 是啊 本身除了分色之外 還有鋁打 你也看到這裡的套裝是很漂亮的 上面還有一些管 關節方面呢 不差再玩了 那麼 翼位 是不是都相當實正嗎 可以啊 因為它這個金屬 也有一個波頭 好 變成可以怎樣轉都可以 那當然 在翼的位置 也可以上下 左右的動 所以可動性來說 真是不錯 加上 引擎 也是可以動的 所以純粹玩 反正對翼呢 你都可以有段時間想的 真是不錯 有師兄說 可能價錢還可以跌 之前有一隻跌到六百多 那隻是impulse 但它原本的價格已經是八百多九百 所以大家的跌幅應該是有些距離的 而且 其實這隻是不差的 impulse 本身有些地方不太好 然後到腰了 180度 轉回 哇 它轉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什麼會困到的狀況 小時候 那些鞋子好像 用音力拉一拉 大家留意轉的時候 當然 在旁邊看 前甲也有遇到足夠的位置給你的 另外 我先拉高一點的手 這個位置的可動性也很高 所以變成它也可以避到 它們本身也有一個比較闊的距離 而這個hip位這一塊 其實你變形的時候 經常會弄掉的 不需要戒懷 它自己會掉的 你撞到就對了 但是轉後 反而是好 你不會斷 沒錯 脫是好事 但是你玩的時候 就不要去高處 所以 縱使你去到轉的時候 最容易頂到的就是 前面這個位置 你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都溫馨 到腳了 男人最喜歡的腳 也是擀腳 本身也不複雜 本身正所謂的變形 就是這樣 你只需要 將膝關節 拉回 我會脫硬的 對不起 在這邊 我已經盡量 但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 將膝蓋的這塊甲 蓋上去 蓋上去 好 最多的東西 就是 小腿 抹開 將原本縮進小腿的腳板 拉出來 其實今晚我們是否高達之夜 180度轉回 原本這裡有一個引擎位 蓋上去 這個腳掌 剛剛吐槽完的手沒有引擎 原來腳底轉出來 是 但它直接在腳底下 就可以了 它是直接在腳底下 但腳掌上去 有一個引擎 不是 它把腳底的引擎 扭在後面 這樣就完成了 它直接用腳底的引擎 就可以了 對 它是腳底的引擎 我知道 其實它不接近 我給大家看看 是一個引擎 它跟腳就這樣摺起來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你變多一次給你看 你變多一次給阿嘉 阿嘉可能看不明白 沒有了 它有另一隻腳 對 再拉出來 它只不過是把角度扭正去 順向方向 挺有趣的 然後就是 以這個系列來說 今次的變形 算不吃力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金屬關節 你第一次玩的時候 會很緊很緊的 而且它不算很容易刮花 是 你玩的時候 因為ZETA 你一邊變一邊心驚 所以我們剛剛好像在笑 說大學員的機器 比較簡單 簡單又簡單又好的 ZETA 同一個系列的玩具 會變得你懷疑人生 至少你這隻 相對上是順暢 就可以變成了 這兩個其實是可以拆的 不過我免得拆了 就這樣裝上手 就算鬼數了 好 不好意思 我們應該快說一下可動性 因為我發覺今晚還有很多東西 這麼厲害 只是高達也不知這麼多 兩隻而已 還有啊 很棒啊 MGRG 拖基斯 突然可以加拖基斯 對 所以快一點 好 我加速 看見本身其實是 工具 造型手 劍 兩碼劍在哪裏 對 這裡 對 等等等等 很多的 槍劍造型手 不過它也是差不多配件 沒錯 面飛機時覺得膝蓋很難提高 都要一點力 少少音力 但就不需要特別擔心會弄爛 這些路路 都是那句 我每次都是用Setter Plus來做比較 我覺得已經進步了很多 鬆緊到 雖然我自己都覺得很漂亮 我自己都還是很喜歡 但真的玩到你 又玩到你 太緊 那些金屬位太緊 太精細 太緊 不是這東西不漂亮 但玩上來是很辛苦 玩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 構造上 QC差不差 就是另外一個討論 構造上這隻 以玩具來說 叫做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有觀眾問 腰是否可以前頭動 動不到 或是只有水平轉 動到 我看到你 本身 噢 少許動 其實不是怎樣動 真的動一下可動性 頭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雖然可以 雖然是兩折 但也固定了某些角度 極限 就是這樣 手 你和毛型基本上 都沒有大分別 他挺好力的 握槍 金屬關節來說 都挺牢固的 對摺也沒有問題 手腕 你見到拿著一支 雙筒步槍 但沒有任何下垂的感覺 所以這裏都很合格 很坦白說 不需要加支架 算是這樣 你看看 金屬關節 剛才問到的前後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他只是靠左右 雖然你在拆件中 胸和腰 腰和褹 都是分開肩 但他沒有特別在中間 做了什麼手腳 變成是肉那麼多 腳 我們的中心觀眾 中實觀眾 波多野傑 招大大現在才說 要自隊 你會見到 本身它和褹雲的設定是一樣 一樣的意思是 本身用了拉出式關節 所以變成腳踢的幅度 會是很漂亮的 但它本身那個 受限於裙甲 它本身那個波反而更緊 拉出式關節 所以用了拉出式關節 你都沒有用到那個波 你見到本身膝關節 也是二重關節 變成某程度上 對摺 或者是超過90度 也是沒有問題的 腳隔方面 前隔 後隔 剛才因為要可變 所以變成都看到 它是有一定的可動度 腳跟 可以抹開的 左右 變成水樽以上 純粹可動性 所以 現在這些價錢 基本上都不用擔心 你不進去 如何搭配艾比安 是嗎 是嗎 接下來什麼時候出發艾比安 忘記了 但又這麼說 這隻如果出得這麼好 你如何搭配得起 如何搭配艾比安 會更加好呢 是嗎 它要留些空間給它進步 是否同一套架 不知道 大家零食系 是的吧 我也不介意 因為本身都 挺出色的 有時候覺得 它一比一四十 是太高 因為本身是沒有比例的 好像18米 這個系列 沒有特別說比例 是的 但就 18米高的MS 差不多 比起它本身 Robot Wyn 都高了一個頭 它是一隻新模 不過Metal Robot Wyn 本身就沒有什麼比例 好 今集玩了這麼多 因為轉頭原來還有很多高達 轉頭遊戲 很尷尬 好像那些人報完新聞後 等你關機 不斷堵塞紙